我在时光的流年里 静待春暖花开 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儿子死在旅馆的火灾里 而他的消防员爸爸却在隔壁 歇斯底里 全力挽救白月光和私生子 孩子葬礼上 他写小三母子出现 我这样做 在场所有人都吓傻了 我儿子死了 死在旅馆火灾里 消防员丈夫当天也来救援了 却在忙着救助我们隔壁的白月光母子 儿子临死前问我 爸爸是大英雄 救了那么多人 为什么不肯救救我们呢? 我答不出 孩子葬礼上 我给顾青培打电话 他匆匆一句 阴阴母子俩烫伤在医院 你能不能别不分场和虾吃醋? 然后挂了电话 我坐在轮椅上 看着孩子的墓碑 跟我身上的大片烫伤 一个可怕的念头开始萌发 爸爸 我 我在这儿 男男 无尽口鼻 别再说话了 我跟儿子发现着火时 火势已经很大了 只能在房间里躲着 我老公顾青培是消防员 今天带队救援的人就是他 我跟儿子从楼上看见他 都觉得救星来了 出门旅游时 我给他发过住宿的酒店地址跟房间号 可顾青陪上了楼 却越过我们这间房 直奔隔壁房间 就留阴母子 儿子再也绷不住情绪 哭着问我 妈妈 刘阿姨他们也 也在这里 爸爸只会心疼他们 是不是 是不是又不管我们了 妈妈 我快 快呼吸不过来了 好 好难受啊 屋子里都是浓烟 他才五岁 已经快撑不住了 我拿打湿的毛巾 慌张给他捂好口鼻 抱着他到门口 顾青培 难难快不行了 救救我们 顾青培 求你了 就这一次 他能不能回头看看我们 顾青培从门口经过 我冲他撕心裂肺大喊 可他脚步都没停一下 熊熊火焰中 我只听到他在温柔安慰流音 别怕 音音 有我在 你跟孩子都不会有事的 浓烟呛得我脑子都有些不清醒 我后知后觉想去捂儿子的耳朵 可还是晚了 他眼里都是泪花 瞳孔已经开始涣散了 爸爸 爸爸为什么总 总是注意不到我 我 我明明已经喊得很 很大声了 嗨嗨 妈妈 对不起 没 没办法再 再陪着你了 下辈子 妈妈给 给我换个爸爸 好不好 难难说完 手就垂了下去 我脑子里嗡的一下 一片空白 只剩胸口 像是被人一下下往上钉钉子 疼得我快受不了了 我艰难起身 用力抱紧他小小的身子 眼角酸色压都压不住 好 妈妈都听你的 男男 别睡 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妈妈这就带你出去 黑烟滚滚 熏得我都看不到男男的脸了 地面烫得厉害 门也烫得厉害 火焰烧到了我的身上 连同怀里的男男一并烧了起来 我的孩子该多疼啊 我哭着给他扑火 怎么都扑不灭 烟好大 火也好大 我走不动就在地上爬 这条走廊却像是没有尽头 最后还是其他消防员进来扫尾 发现我们 把我们带到了医院 顾青培带着留音母子就在隔壁病房 可他就像在火场里那样 一墙之隔 永远注意不到我跟男男 满心满眼 只有白月光母子 医生要拉我去处理满身烫伤 我不肯 只跪在地上 一遍遍求他们救我儿子 他只是太难受 暂时睡着了 救救他吧 医生叹息着把男男带进急救室 除颤仪启动一次又一次 那具小小的身子却再没睁开眼 他说 孩子遭遇火灾 活着受了挺多罪 死后就不要再折磨他的尸体了 是啊 我的男男那么怕疼 他怎么受得了 我全身严重烫伤 找我哥来处理孩子的丧事 还有我跟顾清培离婚的相关事宜 离婚协议书在我受伤当天救你好 我签了字 可顾清培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 就像在火场那天一样 我有些迟钝地反应过来 我又被他拉黑了 顾清培每次陪着留阴母子 嫌我打电话烦 就把我拉黑 等他心情好 再把我放出来 这种事我忍受了整整六年 这一刻却突然觉得无比疲惫厌倦 哥哥去殡仪馆沟通难难的后事了 只有护工在我身边 我让护工把我抱到轮椅上 转动轮椅去隔壁找顾清培 我们这场可笑的婚姻 连疫苗我都忍受不下去了 隔壁病房也是个单间病房 我家有钱 而且我每月工资两万 压根用不着花顾清培的 要不就他那点工资 养家糊口都勉强 哪能给留阴母子奢侈定单间病房 那对母子从火场里出来 只脸上沾了些烟灰 身上有零星几个疗泡 顾清培却心疼得不像话 我又想到楠楠那面目全非的小身子 感觉心口疼得快要呼吸不过来了 果然 爱与不爱区别真大 顾清培 我咬牙切齿喊她的名字 顾清培转头看向我 笑一脸去 眉头立刻猝了起来 沿路 谁允许你进来的 出去 我怕吓到人 戴了帽子口罩 遮掩伤势 可我穿着病号服 坐着轮椅 用脚趾头想都知道 我身体不是住了院 顾清培却瞎眼一眼看不到 她生怕我惊扰到刘茵母子俩休息 起身就把我推了出去 还不忘警告我 我跟茵茵只是朋友关系 你到底要我解释多少次 她丈夫早逝 也没有其他家人 已经够可怜了 你要不要那么小心眼 每次都为了这种事情闹 这些教训的话 我听得耳朵都起茧了 刘茵没有丈夫 可有顾清培照顾 我有丈夫却跟没丈夫一样 家里水管崩裂 浸透楼下天花板 顾清培正在给刘茵家里换灯泡 让我别什么事都依赖她 最后还是文赫帮的忙 我发生车祸 顾清培正在陪刘茵挑婴儿服 让我别没事找事 男男半夜高烧惊绝 她要守着看鬼片受到惊吓的刘茵儿子 让我别乱争风吃醋 诸如此类的事 数不胜数 我这会儿看顾清培这正义凛然的样子 为李翻涌 连一个字都不想跟她多说 你签了离婚协议书 我就走 不会打扰你们一家三口 我把离婚协议书递过去 顾清培又以为我在闹 没接 只不耐烦地说 你有完没完 殷殷跟乐乐好了 我就回家 她以往都是这么许诺我的 可这次我再生不出半点期待 你不签 我会让律师去起诉 还有 六天后男男葬礼 你 里面刘茵轻轻啊了一声 清培 我好疼啊 别怕 我这就来 顾清培紧张又心疼地答了一句 对男男葬礼的事儿竟然连一句话都没问 就那么走了进去 我看着紧闭的门 心口像是扎了千万把刀 都不知道怎么回去的 只记得胸口闷得快要喘息不过来了 一直到葬礼当天 顾清培都没问过一句关于男男的事 甚至到葬礼马上开始时 他这个做父亲的还没到 来的宾客议论纷纷 孩子爸爸怎么还没到啊 我听说他在医院陪一对母子 那个女人是他前女友 那也不能连孩子葬礼都不来呀 这也太不像话了 这可是他亲儿子 所有人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 还有人怕我太过伤心 过来安慰我 我想到孩子每次眼巴巴盼着爸爸陪他的样子 就觉得喉咙里像是爬满了刺 我紧紧攥着手 指甲刺破掌心的水泡 疼痛感让我勉强压下心中怒火 这是孩子与这个世界的告别里 我不能弄砸了 我对我哥说 你给顾青培打个电话 他把我拉黑了 哥哥脸色很难看 给顾青培打去电话 电话很快通了 顾青培 今天是南南葬礼 你 严陆 你有完没完 音音跟他儿子火灾受伤 感染住院 我照顾他们对得起自己良心 你能不能不要心里脏 就看什么都脏 竟然骗我南南死了 真有你的 顾青培比我还要愤怒 说完直接挂了电话 怪不得他那天听说南南去世 一点反应都没有 感情到最后是以为我在无理取闹 我被他指责过许多次 唯独这次气到全身发抖 连话都说不出 他喉腿声音很大 哥哥站我旁边也听到了 他夺过手机给顾青培发去南南死亡通知书的照片 又打去电话 每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顾青培 看清楚了吗? 南南去世都一周了 你这个亲爹连一面都没路过 你他妈还是人吗? 哥哥说的已经够郑重的了 但凡脑子没病的人 就不会觉得南南葬礼是个玩笑 我以为顾青培知道事实 会道歉 会后悔 会愧疚 可事实上 他什么都没说就挂了电话 直到葬礼结束都没来路过面 我全程强撑着 来的人是谁我不清楚 他们安慰我时说了什么 我也没记住 我只知道我坐在轮椅上 看着墓碑上喃喃的笑脸 耳盼满是他痛苦的声音 妈妈 我好疼啊 妈妈 爸爸没记住我们住这间房吗? 那他为什么记得刘阿姨跟乐乐住隔壁那间房? 我喊很大声了 为什么爸爸就是听不到呢? 妈妈 我们是不是要死了? 那些话一遍遍回放 如同看不见的丝线 将我笼罩其中 成了怎么都走不出去的噩梦 葬礼结束 我就被哥哥送到了急救室 我身上多处烫伤 这次在外面折腾那么久 严重感染 我高烧 脑子晕晕乎乎的 分不清现实与梦境 只隐约记得 有人一直在拉着我的手 一遍遍说 沿路 别睡 等我病情控制住 被转到普通病房 已经是十天后 顾清陪坐在病床边 眼底满是乌青 下巴上也都是胡茶 拉里拉他的样子一点都不像他 看到我醒过来 他面上浮现出一抹欣喜 沿路 你终于醒了 你 我看到他 那些痛苦的绝望的压抑的情绪一下涌进来 像是要将我的心脏给挤爆了 啪! 我咬着牙坐起身 重重一巴掌扇在顾清陪脸上 他怎么有脸再出现在我面前 顾清陪脸顿时肿了起来 眸底夹杂着苦涩 我没能去参加南南的葬礼 是我不对 你心里有什么不满 就发泄出来 别自己憋着 对身体不好 刘因白着脸冲上前 跪在我跟前 他眼睛一眨 泪就流了下来 对不起 沿路 你要怪就怪我吧 乐乐那天心脏病突发 我吓得够呛 清陪担心我们母子俩才会缺席楠楠的葬礼 都是我不对 你打我也行 千万不要因为我 跟清陪闹离婚 刘因抓着我的手 往他脸上贴 以前他不知道做过多少次这种事 我都不知所措 可是这次 啪 我一巴掌扇在刘依脸上 又觉得不解气 又重重一巴掌扇上去 贱 真贱 怎么有你这么贱的人 天底下那么多单身男人 你怎么就非得勾引个有主的 是不是跟别人抢男人 才能满足你的犯贱心理 我第三巴掌要扇下去时 顾清陪脸色铁青抓住了我的手 够了 我都说了 我跟音音只是朋友关系 她没有丈夫 一个单身女人带着孩子不方便 你就非要把事情想得那么龌龊吗 我用力抽出手 连跟她争辩的心思都没有 只厌恶地指着门口 滚 沿路 你怎么能这么对清陪呢 她 刘因装模作样还想说话 我抓起手边能拿到的东西 一股脑朝她跟顾清陪砸过去 滚 都给我滚出去 顾清陪神色复杂地看着我 可很快心疼地护着刘因出去了 以前我看到这一幕还会伤心 现在早已经麻木了 我是名门千金 而顾清陪是一名家世普通的消防员 我们本不该产生交集 那次闺蜜失恋 约我喝酒 酒吧失火 我最绝望时 顾清陪找到我 拼死把我带了出去 她长得好看 又救了我的命 我疯狂迷恋上了她 确定她单身后 我追求她许久 她才同意跟我交往 并主动跟我求婚 顾清陪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看随时都带着笑 遇到再奇葩的人奇葩的事 情绪都很稳定 见她第一面 会觉得这个人很好接近 可接触久了 就会发觉很难走近她的心 婚后 顾清陪工资全部上交 家务全包 人人都说我嫁了个好丈夫 可是 她待我很客气 跟我做亲密的事实 更像是例行公务 我们之间像是隔着一层无形的膜 我以为她对所有人都这样 直到刘因离婚 从国外回来那天 我第一次见到顾清陪失控 那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 可她请假没去上班 就为了陪刘因 甚至晚上连家都没有回 我后来才知道 刘因是她前女友 两人初中就恋爱了 谈了近十年 感情很好 最后因家长不同意 两人被迫分手 顾清陪说她只是觉得刘因没有丈夫 一个人带着孩子很难 就想着帮衬她一把 她绝对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 我信了 所以 我输得一塌涂地 我忘了 不是肉体出轨才叫出轨 顾清陪走后 给我发来许多条消息 每一条都是一篇小作文 我看都不想看一眼 拉黑她的微信跟手机号 给哥哥打电话 让她开除刘因 先前 我不知道她是顾清陪前女友 听说顾清陪有个朋友 离婚带着一个孩子不容易 还刚好是传媒行业的 就主动提出让她去我家公司上班 现在想想 大概很多人都在看我的笑话吧 刘因被开除第二天 顾清陪就找过来了 她皱着眉 你生我的气 跟我闹 我可以忍 可只是因为我多照顾阴阴母子一点 你就因为嫉妒 让你哥开除她 你明知道她还得挣钱养儿子 这么做是要逼死她吗? 我冷冰冰盯着她 我家公司 我想开除谁就开除谁 你不满意 可以给你白月光安排新岗位 我不止要开除她 你在我们婚姻持续期间 给她花的每一分钱都要追回来 体谅刘因 我体谅了 结果呢? 她就差跟我老公睡我卧室了 顾清陪脸一下就黑了 严路 我再跟你强调一遍 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 她是我前女友 我现在只把她当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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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烦死了这句话 也烦死她这副大义凛然的态度 我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 比我跟男男命都重要的普通朋友 男男葬礼都过去十天了 但凡你对我们母子两个 有一分一毫的关心 就该知道男男就死在1217号房间 刘因房间的隔壁 男男生死历劫喊着爸爸 却眼睁睁看着她爸爸 违反消防救援规定 越过我们房间 去救别的女人和孩子 我不求你偏袒我跟男男 你先救你爱的人也没关系 哪怕你拉着刘因 抱着她孩子离开时 问一句还有没有人 或者别跟其他消防员说 这曾没其他人了 我的男男都不至于死 我歇斯底里地冲她吼着 像是要把心中所有愤懑都一并喊出来 顾青培看着我 脸上的不满 烦躁退去 疏地一片灰白之色 她不敢置信地张了张嘴 却没发出半点声音 只眼底一瞬间挤满了痛苦 跟惶惶不安 顾青培所有的失态都是因为刘因母子 这是她第一次因为男男跟我流露出这么多情绪 可这并不是什么殊荣 更像是赤裸裸地讽刺 顾青培不知所措看着我 对不起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你跟男男也在那里 我不是故意的 她伸手想要拉我 阴慌张 连说话都磕磕绊绊 我用力打在她的手上 我给你发微信说过酒店房间 不止一次 你只顾着叮嘱刘因母子出门带什么 注意安全 可你连我跟男男出门旅游都忘了 是吗? 顾青培面上血色煞白 哆嗦着拿出手机 网上翻消息 我总喜欢跟她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我们两人的对话框里 大部分都是我在说话 她偶尔回复一句 也是N 哦一类的词 男男出事前一天晚上 她说想爸爸 要给爸爸打视频电话 可顾青培当时在陪刘因的儿子乐乐打电话 她说乐乐没有爸爸 内心很敏感 是个很可怜的孩子 她得多陪伴他 所以 她拒绝了自己儿子接连三次打来的视频电话 我不忍看男男伤心 说帮她录制一段小视频 爸爸肯定会看 男男很开心对着镜头 跟顾青培分享我们去过的几个景点 又满怀期待地说我们的住址 希望她有时间过来跟我们一起玩 顾青培颤抖着点开视频 眼圈发红 泪水淌了满脸 喉咙里发出压抑的乌液声 我从未见过她这般狼狈的模样 如今见了 心里也没觉得多痛快 揪得难受 她再后悔再难受 有什么用 我的男男回不来了 顾青培紧紧攥着手机 声音嘶哑 我对不起男男 是我害了她 你恨我 是我活该 可你不能迁怒到音音跟乐乐身上 他们没做错什么 你不应该 我抄骑手边水杯 砸到了她的头上 满腔怒火 几乎要将我焚毁 顾青培额头被砸破 鲜血滴滴答答躺了下来 你想护着你喜欢的人 顾青培 你得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滚 我连半个字都不愿意同她说了 她这种人不配做男男的父亲 病房里动静很大 哥哥跟文赫带着医护们走了进来 把顾青培赶了出去 我刚从重症监护士出来 身体亏空 情绪又这样大起大幅 这会儿头都是晕眩的 哥哥这半个多月几乎都没去公司 工作堆积了许多 他叮嘱我好好休息 让文赫跟护工照顾我 就急急忙忙赶去公司 文赫是我哥哥的朋友 整日吊儿锒铛没个正行 最后却做了律师 惊呆我们所有人的下巴 这次我离婚 就聘请了他做律师 文赫坐在我病床边椅子上 随手抓了个苹果 看了一口 说吧 你想怎样? 顾青培在我们婚姻持续期间 所有收入都用于留姻母子开销 还用了我二十万 我想把他用于第三者的支出都追回来 跟他离婚 另外 顾青培因为违反消防制度 当个难难救援 导致他死亡 还有我重伤 我想要跟他们领导举报 我行动不便 麻烦文赫哥帮我安排一下 我跟顾青培吵得头晕目眩 可脑子却格外清晰 我不差那点钱 可我就是要顾青培跟刘英都过得不舒坦 而且他做过的恶心事 我要让他的所有队友都知道 免得下次还有人因他的一己私欲白丢一条性命 文赫狠利索答应了 去准备追回资金跟起诉的事 到了晚上 顾青培头上缠着绷带 拎着保温筒来了病房 最近请假太多 不方便再继续请假 来得有点晚了 你受伤 很多东西不能吃 我特意做了些清淡又有营养的饭菜 你尝尝 顾青培若无其事地拿出饭菜 又去倒汤 他一年有十天年假 九天半要用在刘英母子身上 剩下半天还得预留出来 以防有什么别的急事 我看了眼饭菜 菜色很不错 下一秒 全都倒在了地上 连着汤一起推翻 我厌恶到费尽巴拉给我送一顿饭 想让我取消追讨你转给第三者的那些钱 顾青培盯着地上的那些饭菜 面色铁青 阎路 你能不能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 我跟殷殷清清白白 那些钱只是我借给她的 我真搞不懂 殷殷到底什么地方惹到你 你要这么针对她 我过去听过太多遍这种话 气得忍不住咳嗽起来 顾青培一下哑了声 过来给我顺背 在刘殷出现以前 我们俩也算是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妻了 不然我也不会生下男男 我不知道 我们之间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顾青培叹了口气 声音软了下来 你身体虚弱 我们不吵了好吗 你也是有孩子的人 应该可以理解殷殷有多难 她工作已经丢了 如果现在我再让她还钱 这还是人吗 你换位思考一下 我觉得有些话跟她永远说不通 也不想再浪费口舌了 我不耐烦道 不想身上再添伤 现在就滚 顾青培皱了皱眉 刘殷给她打电话 说她不在跟前 乐乐睡不着 她顿时没心情纠缠我了 阎璐 你这会儿在气头上 有什么话 我们等你消气了再说 每次我因为刘殷的事情生气 她也不哄 只会指责 让我自己去消化那些情绪 她大概觉得 我这次还会像以前一样 最后大事化了 小事化无 可她不知道 男男死的那一刻 我们之间就彻底完完了 我不想再在医院待着 被顾青培跟刘殷这种人打扰休养 当晚就办理了出院 回颜家 第二天 顾青培怎么都联系不上我 托我们共同朋友给我带话 嫂子 你严重感染刚脱离危险 不在医院去哪里了 顾哥很担心你 我吃笑 问问你顾哥 他那么担心我 怎么昨天我刚出重症监护士 他就为了维护他的前女友跟我吵架 你再问问他 他那么担心我 怎么在我病房里待了不到十分钟 就迫不及待往刘殷家里跑 我趴一下挂了电话 在群聊里 艾特顾青培跟刘殷 别再找我配合你们演戏了 恶不恶心啊 你们俩真当所有人都眼瞎 顾青培 你真爷们点 承认就是喜欢你前女友 我都不至于那么隔应你 而不是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 明明身在曹营心在汉 嘴上却死活都不肯承认 还非要把过错都推到我跟楠楠身上 还有刘殷 各位可看好自己老公 免得哪天你们也落到跟我一样的下场 群里没人吭声 所有人大概私底下都讨论疯了 顾青培用新手机号给我发短信 你恨我 想怎么报复我都可以 你能不能不要再针对阴阴母子俩了 你要我说多少遍 他们是无辜的 谁都可以说无辜 可他们这种既得利益者不配 我以前不对人说他们的龌龊事 是我要脸 现在男男都没了 我恨不得顾青培刘殷去死 我冷着脸给他打去电话 别急 顾青培 你也有份 你们一个都逃不了 你一定要这样吗 对 你现在变得这么咄咄逼人 我都快不认识了 严陆 好巧 顾青培 我觉得我从来没认清过你 早知道他是这么拎不清的人 我不会跟他结婚 那样 我的孩子就不用天天被他训斥 不如乐乐懂事 不会自卑又敏感 更不会在期待破灭后痛苦死去 文赫动作很快 法庭判决很快下来 要求刘殷赔付我185万 不过就像文赫一开始说的那样 我没有顾青培实质性出轨证据 法院认为夫妻关系并未破裂 不予判离 顾青培对我逼迫刘殷还钱的行为很不满 想要自己借钱替他还 但被我给否定了 我让文赫向他传达我的话 顾青培 你乐意养情人跟小野种 我不拦着你 我们离婚 离婚后 你爱怎么养怎么养 但现在 你借钱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我不同意 我以为顾青培会利落答应 他那么在乎留姻母子 怎么可能忍心看着他们受罪 可是我猜错了 顾青培要求跟我见面交谈 我拒绝 文赫回来告诉我 顾青培拒绝离婚 他认为你们夫妻感情很好 你现在只是对他有些误会 正在气头上 我发现我真的很不了解顾青培 他全身心都扑到了刘殷母子身上 近些年对我越来越不耐烦 对我甚至连陌生人都不如 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还要耗着 顾青培不让我跟南南好过 我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忍着 他想耗 我让他以后求着我离 举报信已经送到消防队 这些天流程也走得差不多了 纪检部门领导给我打电话 说想跟我谈谈 我同意了 那边浩浩荡荡过来一批人 得知我在养伤 还特意带了不少补品 只是我没想到 他们竟然会带着顾青培一起来 领导语重心肠 情况呢 小顾已经跟我们说过了 这件事确实是他的错 小顾 你过来 认真给小颜道个歉 顾青培这些天销售不少 眼底都是乌青 他走到我跟前 声音嘶哑 对不起 严路 我保证这种事不会再有下一次 我紧紧攥着手 你保证 你保证有什么用 男男已经死了 你道歉他回得来吗 顾青培 连儿子葬礼都不来参加 你真不是个东西 顾青培喉咙滚了滚 向来冷静自持的人 此刻显得万分慌张 我对不起男男 可是乐乐心脏病突发 他没有爸爸 音音又什么都不懂 我实在走不开 我 刘音身边就你一个活人吗 他是三十五岁的成年人 不是五岁的孩子 不想参加葬礼就直说 找那么多借口 你不累吗 我环视一周 声音都在颤 你们今天都是给顾青培当说客的吧 你们自己听听 他这话你们听得下去吗 我曾经不信邪 给顾青培还有乐乐做过好几次亲子鉴定 可他们确实没有父子关系 后来 我想明白了 有一个词叫爱乌吉乌 顾青培只是太爱留音了 在场的人都很尴尬 领导硬着头皮开口 小颜 那个 你冷静点 我得跟你说句实在话 小顾能力强 上面有意提拔他 他以后前途不可限量 你们两个是夫妻 你要是真举报他 他前途就毁了 我没接领导的话 只是问顾青培 你还有脸继续当消防员 顾青培 那天只要救援的人不是你 男男就不会死 你拉着你的情人 抱着乐乐的时候 直到男男隔着一道门 再一遍遍哭着喊爸爸我好疼吗 换个人去救援谁都不会死 男男不会 留音母子也不会 顾青培脸色煞白 一句话都说不出 失态地跑了出去 我透过窗户 看到天乌鸦鸦的 像是要下大雨 隔天 消防队那边给我打电话 说对顾青培的处罚下来了 既大过 降职 撤销中队长职务 我伤好多了 去墓地看男男 他才去世一个月 可我觉得像是过去好久好久 有时半夜梦到他哭醒 就再也睡不着了 只觉得每分每秒都异常煎熬 只是没想到顾青培也在 墓碑前摆放了鲜花 奥特曼玩具 还有小蛋糕跟许多零食 我面无表情走过去 一脚全都踢开了 顾青培皱了皱眉 严路 我们之间有什么矛盾 你对我怎么发火都可以 用不着在男男面前这样吧 他也是我的孩子 可你摆的都是乐乐喜欢的 男男讨厌甜食 也不喜欢奥特曼 我把乐高、魔方、还有男男喜欢的那些偏辣小零食都摆上 顾青培手足无措地蹲下身 帮我一起摆 对不起 我 我只是以为孩子都喜欢那些 不在意就别装了 自己不觉得恶心吗 他能记得乐乐所有喜好 却连男男喜欢的一样东西都记不住 说到底 不过是不在意 顾青培苦涩道 我只是想多陪陪男男 我太忙了 陪他的时间太少了 可男男临死前跟我说 他下辈子想换个爸爸 顾青培身形亮呛了一下 眼圈一点点红了 他跪在地上 一遍遍说 男男对不起 爸爸错了 可我只觉得他虚伪至极 真觉得对不起 你就该遵从他的遗愿 别再出现在他面前 顾青培想要说什么 可刘因打来电话 他立刻起身 我抬头看向他 他眼底的愧疚痛苦悔恨已经退去 只剩下怨对 沿路 我已经说过了 阴阴母子是无辜的 男男的死就算非要找一个过错方 那也是我 跟阴阴乐乐没关系 你也是当妈的人 为什么对另一对母子这么刻薄 连住的房子都不肯给他们留下 刘因仗着有顾青培撑腰 手里有钱也不肯还 我让文贺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对刘因母子名下的房产进行强制拍卖 他们今早刚从房子里被赶出去 别怕 我这就来 顾青培不断安慰着刘因 焦急走了 看吧 他根本就不知错 只是嘴上说说罢了 只要刘因母子一出现 他只会无休止地来指责我 但顾青培不是突然变成这样的 只能说一切早有预兆 我记得我们刚确定关系时 我问他 为什么拼死去救我这个陌生人 他说 职责所在 可消防员也是人 你就不会怕吗 他笑笑 可能跟我的成长环境也有关系吧 后来我才知道 顾青培父亲就是消防员 在他七岁时就因工殉职了 他母亲身体不好 没有工作 带着他过得很艰辛 在他十五岁时也过世了 多亏他父亲的同事们 还有其他亲朋好友接济 他才能健康平安长大 靠近消防队 刘因父母就是因为他家庭条件不好 还父母双亡 才强烈要求他们分手 顾青培对此没有抱怨过 他说没人愿意过苦日子 可以理解 他母亲总是对他叮嘱 我们能过得这么轻松 多亏别人帮忙 等你以后长大了 也要在力所能及之内 多帮帮别人 顾青培对生活总是乐观的 也很乐于去帮助有困难的人 挣得那点钱都贴不给家庭条件困难的人了 我家有钱 不靠他养活 一直觉得他挺善良的 我最爱的就是他这一点 可我后来最讨厌的 也是这一点 但凡留意母子跟他求助 他就像帮助其他人一样 永远不会拒绝 我从一开始的淡定 到慌张 最后是愤怒 顾青培却永远无法理解我愤怒的点 他只会失望地指责我 我以前帮助别人 你从来没说过什么 你为什么就非要跟音音母子斤斤计较呢? 我跟他从来没有逾越过底线 你能不能别老是无理取闹瞎吃醋 我从记忆中抽离 裴楠楠待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去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今天出门没看皇历 祭拜时遇到顾青培 回来还要遇到她跟刘因母子 只是 他们在楼上 我在楼下 旁边还围着一圈看热闹的人 刘因抱着孩子站在天台边缘 顾青培跟警察还有消防员在安抚他 楼下已经撑好了气垫 还有消防车候在一旁 刘因看到我 绝望呐喊 沿路 是不是非要我跟我的孩子死了 你才肯放过我们 手机响了 顾青培知道自己被我拉黑 借别人手机给我打来电话 他语气里带着恳求 别刺激他 他们母子已经够可怜了 你有什么火冲我来 我咬牙切齿道 可怜 那你知道 火灾时 他们母子明知道我跟南南就住在旁边 却刻意没提醒你吗? 顾青培愣了下 近乎仓皇道 不可能 音音心地善良 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 眼盲心瞎的人 永远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 我挂断电话 冲刘音喊 不是要跳吗? 跳啊! 舍不得让你孩子跳 你自己跳也行 我才说完 警察跟消防员就激动冲了过来 手忙脚乱制止我 不少围观群众也指责地看着我 我笑了 正要吼 旁边递过来一个喇叭 是文贺 他冲我挑了下眉 喊话多废嗓子 再把你哥心疼坏了 他可再三叮嘱 让我保护好你 我接过喇叭 你们怕什么? 刘音压根没打算跳 你们看他有想跳的意思吗? 所有人看着天台上的刘音 沉默了 文贺显我个子不够高 别人看不到说话的人在哪儿 他不知从哪儿搬来一个凳子 放到了我跟前 我犹豫了一下 站了上去 不怕大家笑话 喊话的这位是我家小三 后面那位长得最好看的是我丈夫 我丈夫婚内转给小三一百八十五万 我起诉他 他不肯还钱 就要拍卖他家的房子 他不愿意赔钱 也不愿意拍卖房子 今天故意演这么一出 想利用大家逼我妥协 我丈夫没少因为小三苛责我 诸位要是也觉得我这个烧伤还没好就要被威胁的袁沛太狠 那我无话可说 人群一下炸了 真不要脸啊 这是浪费消防资源吧 袁沛真可怜 那对狗男女真过分 文贺怕我跌倒 让我搭着她的手下来 开车送我回去 刘因把这件事闹得太大 上了热点新闻 没过多久 有媒体把火灾时发生的事一并挖了出来 15日新阳酒店火灾中 顾某培带队救援 却因一己私欲 打乱搜救顺序 事先救援自己前女友刘因及其儿子 因其未按规定进行人员排查 单个救援 导致15岁男孩死亡 一个女子严重烧伤 更为戏剧化的是 死亡男孩为顾某培亲生儿子 女子为其妻子 母子俩房间与其前女友房间相邻 顾青培跟刘因被骂上了热搜 听说她想去租房 房东们认出她 都不肯租给她 至于顾青培 抵制她的声音特别大 连自己儿子都能不救的人 对其他人岂不是更不负责 她这样的工作态度 让群众感到不安跟愤怒 顾青培多次尝试联系我 都失败了 最后找了律师 要跟我离婚 文赫是我的离婚律师 也是她跟对方律师对接的 她说 顾青培托律师带了话 她说 刘因火灾那天只是太慌张了 忘了你跟楠楠在隔壁 她觉得你事情都没搞清楚 就把人往死里逼 她对你很失望 决定跟你离婚 到底是她太好骗 被刘因轻易给骗过去了 还是她不敢面对自己帮了居心叵测的人 害死了自己儿子的事实 我不清楚 也没了再细究的心思 爱她时 我绞尽脑汁为她寻找借口 试图寻找到她一丝一毫爱我跟楠楠的证据 可现在都不重要了 文贺哥 陪我去跟顾青培聊下离婚的是吧 最好今天就去民政局把离婚申请递交了 谈判地点定在我家 楠楠刚去世那段时间 我根本不敢回家 怕看到熟悉的环境会情绪崩溃 而且 我也确实没法再忍受 跟顾青培同处一个屋檐下 如今决定要离婚 房子里盛满了关于楠楠的回忆 我肯定会把房子拿到手 到时候 得让顾青培把她的东西都带走 文贺跟对方律师打了声招呼 开车带我过去 我们俩都到了家门口 律师突然打来电话 说在家谈判不方便 把谈判地点定在一家咖啡厅 我只想赶紧跟顾青培离婚 化清干系 利落硬下 不过都到这儿了 我准备把楠楠最喜欢的那个乐高带上 等离婚的事儿谈完后 我把乐高带到楠楠目前烧了 谁知我按了两次密码 都提示密码错误 倒是屋里传来一道熟悉的女生 谁呀 紧接着门打开了 是刘音 刘音穿着睡衣 乐乐跟在她身后 也是居家服 客厅里摆设已经换了 一看就是母子俩在这里安顿下来了 这是我跟顾青培的婚房 我们还没离婚 她怎么能让其他女人带着孩子住在这里 她到底把这个家当成什么了 我血液逆流 冲得脑子里一片混乱 刘音看到我慌慌张张 想要关门 文贺不耐烦择了一声 把门给踹开了 你 你不能进去 刘音硬着头皮试图拦我 滚开 我一把推开她 冲进去 在看到卧室里焕然一新 找不到半点难难生活的痕迹时 我脑子嗡得一下子炸了 男男的衣服、鞋子、玩具还有照片呢 我攥着刘音的衣领 情绪在崩溃的边缘 她目光躲闪 乐乐却替她回答了 妈妈说留一个死人的东西在家里太晦气 都给扔了 我脑中最后一根弦断了 尖叫着拽着刘音头发 集耳光重重扇在她脸上 她跌坐在地上 我骑在她身上 恨不得打死她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孩子都已经死了? 她连最后一丝痕迹都要抹除 顾青培总说他们母子是无辜的 那我跟楠楠呢? 我们就活该被欺负吗? 住手 严陆 你在干什么? 你在这样 我报警了 顾青培怒气冲冲跑进来 跟以往一样 不问缘由 先帮留音 她试图拽我 却被拦住了 文赫皮笑肉不笑 顾先生 女人之间的事 你一个男的插手不合适吧 她看着瘦弱 却是实实在在的全国散打冠军 顾青培挣不开她 却又心疼留音 黑着脸选择了报警 严陆 一阴性子软 不是你欺负她的理由 你上次对她动手 她没跟你一般计较 你不思悔改 反而变本加厉 你失去孩子的痛苦 我可以理解 但你不该迁怒到无辜人的头上 我一巴掌甩在她脸上 顾青培 我没见过比你更贱的人了 警察来了以后 我一句话没说 文赫替我找了这方面的专业律师 刘因连轻伤都算不上 我顶多赔偿她几千块钱 我让文赫去最近的ETMG取了现金 把钱砸到了刘因肿成猪头的脸上 钱我赔给你了 现在咱们来说说非法闯入我住宅的事 刘因泪眼婆娑 顾青培护在她跟前 紧促眉头警告我 是我允许她进去的 你似乎忘了 房子主人是我 她家里条件不好 工资虽然还可以 但是买房也很困难 至少要还二三十年房贷 我们房车都是我买的 顾青培这会儿也才想起来这件事 一时间愣住了 娜娜道 你 你没必要这么叫真 你忘了是你报的警吗? 顾青培 你们害死了楠楠 还把她所有遗物扔掉 你们赶尽杀绝 却说我叫真 可真会颠倒黑白 我一个字一个字 都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顾青培不敢置信看向刘因 你把楠楠的东西都扔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 不要动房子里的东西吗? 刘因呜呜咽咽地哭 我听着心烦 被你扔出去的楠楠那些东西 至少有五十万 非法侵入住宅 损害主人财物 够怕你坐几年牢了 我没时间跟他们浪费 转头就走 顾青培追了上来 惶惶不安道 对不起 严路 我为了避嫌 等他住进来后 我就搬出去了 我不知道他 啪 我一巴掌重重甩在他脸上 顾青培 你最好祈祷 我能找回楠楠的东西 否则 包括你在内 我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 我哥已经联系了垃圾站那边 并且临时雇佣了一批人去翻找楠楠的遗物 我跟文赫匆匆赶过去 顾青培也跟了过来 你身体还没好 去休息吧 我一定会找到的 我一个字都不想跟他讲 接过文赫递过来的手套 在垃圾山里翻找楠楠的东西 顾青培站在那里 无从下手 楠楠的东西都有哪些 楠楠刚出生那三年 刘茵还没离婚回来 她也精心照顾过孩子 那会儿 尿布湿是她换的 腐蚀是她做的 除了工作时间 她都在陪孩子玩 所以楠楠很黏塌 其他人也很都说 我有福气 可自从刘茵出现后 顾青培除了工作 就是在留家 乐乐多高多虫喜欢什么 她一口气能说三分钟? 轮到楠楠 她连她在哪个幼儿园都不知道 更别说关于她衣服玩具的事了 我低头翻垃圾 不吭声 顾青培善善地去找其他人询问 那些人拿了照片给她看 三十多度的夏天 垃圾山的味道可想而知 顾青培找得最卖力 中午也不休息 也不吃饭喝水 中暑晕倒在垃圾山上 一百二十把她拉走 她清醒后又跑了过来 咬着牙在垃圾堆里翻 律师那边问 颜小姐 这位刘小姐说想跟您谈谈 只要不坐牢 怎样都可以 她给您造成的所有财务损失 都可以进行赔付 您看 你告诉她 让她跟她儿子去我儿子墓前跪着 什么时候 男男的东西一件不少找出来了 他们什么时候可以起来 她要是答应 可以不起诉她 我挂了电话 顾青培皱着眉说 音音这次的行为确实过分了 可她身体弱 而且乐乐又有先天性心脏病 他们 我打断她 你也跟着一起去跪着 不然就等着我送她去坐牢吧 至于我儿子的东西 用不着她跟着找 她可以缺席男男人生两年 现在男男已经彻底不需要她了 我用力推开顾青培 继续翻找垃圾 文赫每天都跟我说顾青培跟那对母子的情况 我说到做到 让他们跪就是跪 白天晚上都得跪着 至于他们身体能不能撑得住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们受到的这点小刁难 不及男男苦楚十分之一 整整两天才把东西找齐 我也不管有多脏 惊喜交加地抱在怀里 眼泪止不住往下掉 文赫拍了拍我的肩膀 走吧 回家 男男看到你这样 该心疼了 家里都是陌生的东西 我看着反胃 找人把东西全都扔到了垃圾堆 顾青培跟刘因母子跪了两天两夜 就算跪得没那么标准 可身体也承受不住 三人走路都亮亮呛呛 你 你怎么可以扔我东西 青培 他 刘因声音都带了哭腔 我被哭得心烦 抓起相框朝他砸了过去 几千块钱就可以打你一次 这点钱我还是出得起的 就算刘因不接受和解 顶多关几天 这个后果我可以承受 刘因像是被捏住喉咙的鸭子 呼吱呼吱喘着粗气 却再不敢哭 直泪眼婆娑望着顾青培 他神情复杂望着我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做了 你可以撤诉了吧 当然 我在刘因露出笑容时 接着说道 不过顾青培 我反悔了 我不离婚了 我陪你们好 好好教教你们 什么叫无理取闹 什么叫故意针对人 顾青培别想拿着离婚从我这儿分的钱 去资助刘因跟他儿子 他们一个都别想好过 我扔完刘因母子的东西 连着顾青培的所有东西一并扔了出去 然后换了房子密码 顾青培 婚内你总共借过我二十万 而且承诺过发工资就会还我 你都有能力说替刘因孩那一百八十五万了 不会故意拖着不还我的钱吧 顾青培争强好胜才会成长得这么优秀 一样 他也受不得机 即便刘因再三试图劝阻他还钱 可他还是把钱转给了我 而且这是他手头能用的所有献钱 顾青培有些难堪 你恨我尽管报复我 这是我应得的 可音音跟他孩子顶多就是接受过我的帮助 他们没做错过任何事 你 我带着文赫进屋 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跟脑子不清醒的人没什么好说的 针对火灾的采访 还让他们来吗? 文赫问我 来 为什么不来? 先前有人爆出关于火灾的实情时 我这个当事人并没有接受任何采访 给顾青培留了点颜面 有许多网友猜测 或许他有什么苦衷 怎么可能有人会对亲儿子不管不顾 可他自己都不要脸 我还给他什么脸? 不过采访还没做 顾青培先打来电话 语气有些急 难难目呢 反正他活着的时候 你都不把他当儿子 现在他都死了 你不要去脏了他的轮回路 以后我都不会让你见他 我已经把楠楠骨灰跟墓碑牵走了 楠楠已经不想要这个爸爸了 我总要完成他的遗愿 对不起 我真不是故意的 顾青培说的苦涩 我笑了笑 只是笑意不达眼底 不用后悔得这么快 这只是个开始 下午记者过来 我对着镜头 如实讲述 我跟我老公说过我跟孩子的住址 可他把我拉黑了 也不接我跟孩子的电话 因为他要工作 要陪刘英跟他儿子 怕我们母子俩打扰 他就那对母子时 从我们房间门口经过了 我儿子 楠楠一直在喊爸爸 但他担心那对母子身上的那一两个疗炮伤势加重 急着把他们送出去 在没有搜寻其他房间的情况下 对 对同队其他救援人员说 没有其他被困人员 导致黄金救援时间被耽误 我儿子 死亡 我想起楠楠倒在我怀里的样子 数次哽咽才把话说完 视频上传再次引起轩然大波 消防队考虑到顾清培造成的恶劣影响 暂停他的工作 我把所有熟人拉了一个群 我是严璐 顾清培的妻子 抱歉打扰大家 只是最近家中事多 有些话我得如实告知大家 顾清培如果向各位借钱 都是为了照顾刘因母子 这些债务我个人不会承担 他手头并无存款以及其他固定资产 仅有每月工资可以用于还债 还望诸位借钱时考虑清楚 顾清培用来养刘因母子的钱 我傻了才替他偿还 这并不是我杞人忧天 先前他就干过借钱给母子俩买房的事 考虑到顾清培无法偿还的问题 大部分人不会借钱给他 可他之前帮助过不少人 也有人愿意借给他 顾清培帮着刘因母子去租房时 我让人打听住址 等他们办理入住后 我找小混混上门泼粪水 送花钱 写血字 拉横幅 扔烂菜 绿茶小三 不得好死 粘着别人的老公 害死别人的儿子 你就不怕太缺德 把所有报应都印在你那个病秧子儿子身上吗? 顾清培 害死自己的儿子 你就不怕他冤魂缠着你吗? 顾清培跟刘因报警 抓那些小混混 没关系 只是闹事而已 关几天就放出来了 可以接着闹 换一批小混混也可以 只要我有钱 有的是人抢着帮我做事 顾清培跟刘因挺不住 换地方住 我找人调查新地址 重复这一套流程 而且顾清培在刘因母子身上花了多少钱? 文赫会取证 每过一周就去法院起诉追回夫妻共同财产 刘因没钱还没问题 他还有车 法院可以拍卖 没车也没事 可以冻结他卡内存款 顾清培、刘因都不嫌丢人了 我嫌什么费劲 以前我只是说一句话 顾清培就说我针对刘因 为难他们母子两个 我总不能平白背这种黑锅 只是文赫平时都是经手那些标的额好几个亿的案子 现在整天帮我搞这些 太过于大才小用 我跟他说 让他安排其他律师过来就可以 文赫却说 你哥哥嫂子说 没照顾好小外甥 他们已经很内疚了 不能再让人欺负你 我要是敢说一句不管 他们夫妻俩能把我给活泼漏 刚好律师压力大 我陪你玩玩 就当是度假了 这样折腾了不过一个月 刘因就受不住了 主要是他儿子有心脏病 受了几次惊吓 险些出人命 他连医药费都掏不起了 顾清培来找我质问 你这么闹 就不怕出人命吗 我笑了 我为什么要怕 顾清培没想过我会这么回答 出人命不是小事 你也要坐牢 坐牢就坐牢 难难没了 我在外面里面都一样 而且我只是让人骚扰刘因而已 他儿子被吓死 跟我也没太大关系 也就盼几年的事 说不定就赔几十万块钱 连牢都不用坐 换你跟刘因难受一辈子 直了 顾清培谋色会暗看着我 阎路 你怎么就变成这样子了 我反问 不都是你逼的吗 他害死了我儿子 我走不出来 心里难受 他们凭什么过得好好的 顾清培张了张嘴 却没说出话 只是眉眼间流露出苦涩 离开时腿脚像是惯了牵 刘因背着他 哭着找我求和 我约他在咖啡厅见面 刘因看上去沧桑了许多 看着我时 满眼都是嫉恨 我真挺嫉妒你的 阎路 你长得好有能力 有一个好家事 还嫁了一个好老公 不像我 父母重男轻女逼着我嫁给大二十岁的家暴老男人 就为了多拿些彩礼 我一辈子都被他们给毁了 我抿了口咖啡 我不是来听你卖惨的 他父母对不起他 又不是我 我不是顾清培 他一卖惨 就会原谅他 刘因苦笑一声 可有些话 我憋很久了 我从初中开始一直喜欢清培到现在 刚离婚回来那会儿 我见到清培 还担心他恨我嫁给了别人 但是他对我很好 我忍不住想 他是不是也跟我还喜欢他一样 还爱着我 每次我故意跟他说些挑拨的话 看他因为我跟乐乐对你发火 心里就甜滋滋的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得跟你说句实话 清培帮我跟乐乐只是出于同情 他从来没有跟我做过任何乐举的事情 我也不是没想过勾引他 可是他没给我机会 现在我跟清培也算是为此付出代价了 我会离开 你也不要再为难他了 孩子去世 他心里也挺苦的 并不比你好过多少 刘因长天大论 说了许多推心致富的话 我没立刻答话 把玩着手机 叮咚 刘因手机响了一下 他点开手机 在看到上面消息时 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 因为我把视频发给了我所有微信群跟好友 包括他跟顾清培 你该不会以为 你说几句软话 我就放过你吧 他再惨 也不是为难我跟楠楠的理由 刘因面色煞白 软着腿脚跌坐在地上 我看都没看他 走了出去 他让我的孩子难过了两年 那就承受我的报复两年吧 至于他儿子会不会因此心脏病复发 留下心理阴影 他又要承受多少议论 做多少噩梦 那就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了 我只好奇 顾清培看到这条视频会是什么反应 我离开咖啡厅就回家了 只是没想到顾清培会在家门口蹲我 不论刘因还是他 这段时间频繁被小混混骚扰 休息不好 还得去医院照顾乐乐、苦恼前的问题 他跟他一样 沧桑了许多 而且他应该已经看到我发的视频了 看起来像是遭遇了什么重大打击 一身酒气 眼睛发红 看起来像个流浪汉 见到我 顾清培走过来 急切又诚恳 沿路 你信我 我不知道音音 留音是怎么想的 我只是觉得你哥对你很好 你朋友多 能力又强 而他父母失利眼 只想从他身上吸血 对他一点都不好 他又离婚了 带着一个孩子不容易 我觉得他比你更需要我 才会帮助他 绝对没有旁的心思 也没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 以后我跟他划清关系 什么事都听你的 你再给我个机会 好吗? 顾清培说话很快 像是怕说不完就被我赶走 我们从恋爱开始 就是他一直处于主动位置 而我是那个围绕着他转的人 这还是他第一次这么卑微 我没怎么犹豫 点头 好 你 你说什么? 顾清培呆呆看着我 他说好 你耳朵有问题 就去医院挂耳科 年纪轻轻的 说不定还有得治 文赫推开车门 走了出来 冲着我吐槽 听你们说这么多话 我都口渴了 露露 不请我进去喝口水 走吧 我冲他笑了笑 跟他并肩往里走 顾清培脸上 带着按捺不住的欣喜 立刻跟了过来 给文赫还有我倒水 这会儿也就才下午两点 我端起水杯喝了口 文赫哥 这段时间让你跟着我忙活 不如今晚留下来吃顿饭 顾清培厨艺不错 刚好你可以尝尝 文赫笑笑 这你得问当事人 顾先生介意吗? 顾清培不介意 家里没菜了 那就麻烦你跑一趟了 我跟文赫哥也累了 就不陪你去了 我头都没抬 对文赫说 我看你每次就这条领带 给你挑了几条 这两天就送过去了 搭配的袖扣 我也买了几对 文赫戏谑 一般都是女朋友买这些 你帮我买这些 是不是不太好? 你是我哥哥好朋友 我们跟兄妹俩也没什么区别 只是给你买几样东西怎么了? 对了 我记得你说头疼 刚好我这会儿有空 给你按按 我站起身 走到文赫身后 给他按头 你靠我身上 这样按起来更方便 文赫挑挑眉 你老公还在这儿? 这 这怎么了? 我们问心无愧 多想的人都是心里脏 他没再说什么 靠在我身上 头刚好在我胸口下面 一个很让人在意的位置 顾清培站在旁边 脸色变幻 好半天没动 几次欲言又止 像极了曾经的我 我扭头看他 脸上笑意退去 你要是不乐意做饭就直说 我跟文赫哥吃 也不缺这一顿饭钱 顾清培谋色暗了暗 没事 我 这就去 他出去买菜 加上做饭 总共四个半小时 等他做完 我进去看了眼 口味都太清淡了 文赫哥不喜欢 你在家吃吧 我们出去找一家饭店 我只当没看到顾清培晦暗的眼神 出去叫上文赫 挽着他胳膊 说说笑笑走了出去 晚上我们回来 顾清培已经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就像我们刚结婚时那样 天不早了 反正我们房间多 文赫哥今晚就睡这儿吧 文赫摸了摸我脑袋 我们路路长大 直到心疼人了 我笑着腻歪在他怀里 搂着他的脖子 那当然 文赫哥对我好 我当然也得心疼你 一只安纯似的顾清培终于忍不住 严路 你是在报复我吗? 听起来又慌张又痛苦 或许先前的我心疼 可现在的我却心无波澜 什么报复啊? 你想多了 晚上开车不安全 我让他在这儿睡一晚而已 你怎么连这种事都计较 我不满嘀咕了一句 不再理会他 跟文赫撒娇 让他陪我看剧 顾清培只看新闻 什么电视剧都不看 我看了跟他分享 他也只是N两声 文赫不一样 他平时接的就是离婚案 看到兴起处 还能跟我分享一下他接过的那些狗血离婚案 我们俩聊得热火朝天 顾清培根本插不进这种话题 偶尔插进来一两句也没人理他 他坐在旁边 眼神越来越暗淡 到了睡觉时间 顾清培早早就回主卧了 我特意从一堆睡衣里挑了一件性感的 换上就出门 你去哪儿? 顾清培皱着眉问 文赫哥睡眠不好 我去给他按摩一下 穿成这样过去 你是女人 她是成年男人 你觉得你们这样合适吗? 顾清培 我们只是普通的兄妹关系 你不要不分场合下吃醋 今天这些过去都发生过类似的事 顾清培跟刘英也说过类似的话 我只是都还回去而已 绝算不上过分 我以为以顾清培的嘴硬程度 她至少能再坚持一两个月 可没想到也就两天 她就坚持不住了 顾清培拿着离婚协议书来找我时 顶着一双熊猫眼 过去给你跟楠楠造成的伤害 对不起 我一直以为 以为 以为她没出轨 就不是对不起我跟楠楠 是我小心眼 她总是大意凛然 理直气壮说出来的那些话 这次却好半天都没说出来 总算是要点脸了 离婚协议书上写的是她净身出户 我只是看一眼 就利落签了字 去民政局递交了离婚申请 冷静期过后 我们去民政局领了离婚证 顾清培之前滴酒不沾的人 现在整天整天喝酒 腿你狼狈的模样 跟之前截然不同 她辞职了 跟我说 想要去贫困山区教书 算是给楠楠基殷德 明天就走 从认识到现在 她救了我一条命 又要了我儿子一条命 我因火灾爱上她 又因火灾恨上她 如今报复成功 看着她这一气消沉的样子 我心里却没有半分快意 只觉憋闷 明明 我们曾经也是幸福的一家三口 我什么也没说 只转身上了车 刘音带着乐乐 整日被我安排的人骚扰 过得苦不堪言 顾清培跑到遥远山区支教 每月工资也就两千多 日子过得清苦 听说她发现有妇女是被拐卖的 想要帮助对方 却被村民们打断了一条腿 后来那名妇女到事就出来了 顾清培却不得不换一个地方支教 他们这些欺负男男的人 哪个都过得很糟糕 可男男的死仍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里头 让我整宿整宿睡不着 什么工作都做不下去 我报名成了志愿者 四处做慈善 只有忙碌跟帮助人那瞬间的快意 才能短暂填满我心中的空虚与惶惶 或许等到有一天 我会放下楠楠 走向一段新的旅程 顾清培视角 就下沿路 与她相识是个意外 她长得漂亮 能力出众 而且温柔大方 很容易就可以让人心动 我一开始没打算跟这位大小姐深入接触 毕竟她条件那么好 而我只是个消防员 还父母双亡 连刘因这样的普通家庭 都不乐意把女儿嫁给我 就更别说颜家这样的富贵家庭了 可跟沿路接触的越多 我就越无法控制自己的心 我跟刘因谈过很长时间恋爱 我们感情很好 可她也没少念叨我 让我多攒些钱娶她 别老想着去帮别人 世界上那么多穷苦的人 我们不可能都帮得了 只会让自己的钱包空掉 但是我父亲死后 我们家没少接受旁人的帮助 我十五岁母亲也去世后 持穿住行都是人资助的 他们尽心尽力帮助我 却不求半分回报 我母亲总跟我说 你现在年龄小 主要任务就是学习 可你接受过那么多人的帮助 等你长大了 有能力了 也要多多去回馈社会 这样才无愧他们对你的援助 我长大了 有能力 就该去帮助别人 看到弱小 我也尝试过不理会 可我过不了心里那一关 晚上睡都睡不着 后来 刘因家跟我要一百万彩礼 我拿不出 他跟我分手了 我想 也许我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适合结婚 可是 严路出现了 他会跟我一起去资助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 去孤苦老人家家里 给他们送吃喝用的东西 也会给那些看不起病的人捐钱 跟他相识越久 我就越控制不住心动 可我又很清楚我配不上他 我不想感情深了再分开 找他认真谈了我的家庭 还有我把每月工资都贴补别人的事 我以为严路会很失望 他却两眼亮晶晶地说 现代社会很难有人能做到这一步了 这是优良品质 你怎么会觉得是缺点呢 我家里有钱 我每月工资至少也有两万多 我不用靠你养活 你尽管放心地去帮助别人 我没有意见 严路父母已经过世了 只有哥哥嫂子 他们对我不是很满意 可是尊重他的意见 我们结婚了 那段时间每次想起来 都像是在做美梦一样 我娶到了心爱的人 他支持我的一切 我不知道该怎样去宣泄我的激动 只能家务全包 除了工作就在家陪着他 只有对他更好 才能配得上他对我的喜欢 后来 我们有了孩子 小家庭更幸福 不过也就开始那两年 渐渐地 有什么开始变了 有时我去做好事 被熟人撞见了 他们会调侃 清陪挣的那点钱 全搭别人身上了吧 拿什么养活老婆孩子 换别人 清陪得担心这个问题 可严路是大小姐 家里有钱 工资也高 人家可支持清陪做好事呢 同事们闲聊 有时扯到房贷车贷生活压力大 基本都会提到我 真羡慕顾哥呀 娶了个好媳妇 房车女方家里都出了 媳妇挣得也多 压根不用担心什么房贷车贷 嗨 我也想像顾哥一样 什么都不用操心 有空做做好事 还能被领导褒奖 要是我也跟顾哥长得一样好看就好了 那样我也就能吃软饭了 去你的 顾哥家务全包 还有一手好厨艺 把嫂子伺候得服服帖帖的 你能做到吗? 诸如此类的调侃 数不胜数 我知道不该太把别人的话放在心上 可每次面对沿路时 心里还是有些怪异 有时我苦恼想帮助哪家人 但工资不够时 沿路会笑着说 这个也用得着你发愁 你没钱跟我说呀 我有 他只是为了帮助我 我以前觉得很高兴 可后来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尤其到沿家 大舅子时常找我谈话 我也理解你想要多帮助人 但别说你这样的普通人 就算是沿家 也不可能帮得了所有有困难的人 清陪 力所能及地帮助旁人是做好事 可超出能力之外 就是负担了 你也娶妻生子了 也多为家庭做些考虑 不能只靠着碌碌 这些话旁人也跟我说过 可听大舅子说这些 我却觉得很难堪 我也尝试着不去帮助别人 但晚上辗转反侧 总觉得对不住良心 我也尝试着去多挣钱 但我就是一个消防员 也没有旁的挣钱本事 我下班回家后 还是家务全包 做沿路喜欢的饭菜 然而心境已经变了 男男三岁那一年 我过得异常煎熬 直到刘英回来 他被打得满身伤 抱着乐乐跟我求助 沿路美丽 强大又独立 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解决 我像个多余的点缀品 可刘英不一样 他脆弱 爱哭 什么都不懂 不论做什么 都需要人照顾 我几乎所有时间 都用于照顾他们母子了 那种焦虑的心情 也开始慢慢缓解 但沿路却突然开始跟我闹 我不懂 我像帮助别人一样 帮助刘英母子 为什么她非要斤斤计较 明明我跟她说过许多次 我对刘英并没有任何不伦的念头 也从未做过对不起她的事 刘英几次勾引我 我也不是不清楚 可我只当她心里是没有安全感 才会这么做 只要我不逾越底线 没有出轨就好 这种生活我过了两年 直到楠楠死亡 沿路爆发 或许是她平时对我太容忍了 那一刻我才知道 原来她也可能会愤怒、失望、选择离开 知道楠楠因我失误而死 我夜夜噩梦 却以为我没出轨 跟沿路还有可能 然而 看见她跟文赫在家里待的那两天 我才知道我的想法有多错误 原来 不是真的出轨才能伤到人 这样的日子 我一天都觉得难以忍受 她是怎么忍受了整整两年的 我开始厌恶自己 开始悔恨 但不论我怎么想怎么做 楠楠都已经没了 我跟沿路也没可能了 我看见火就会想起楠楠 想起她喊爸爸救我 我有了心魔 再见不得火 选择了辞职 我想为楠楠做点什么 比如去支教为她基因德 在山区支教十年 我因想要救拐卖妇女被打断了一条腿 我不后悔 我只后悔我救了那么多人 却没能救得了自己的儿子跟婚姻 听说 刘英跟乐乐被小混混们骚扰了两年 严陆才放过他们 可刘英勾搭了一个男人 她老婆凶悍 乐乐被吓得心脏病突发 在医院没能抢救过来 刘英刺瞎了那女人一只眼 被送监狱了 第十一年时 严陆要嫁人了 另一半不是文贺 是一个我没见过的人 我请了半个月假 连夜赶路 想要去参加她的婚礼 她终于要开始新的生活 我总要祝福她的 路上用了五十八小时 我很幸运 才进城就见到了严陆 她正在跟一个英俊的男人说笑 那人抬手点了点她鼻端 眼里满是笑意跟宠溺 严陆 我迫不及待喊她的名字 可是离得太远了 她没听到 跟男人上了车 我赶紧去追 从未有一刻这么讨厌自己的跛脚 可鞋子里冲出一辆车 我被撞倒在地 手中的钻戒盒子也滚了出去 我拿十年积蓄 给她买了一枚钻戒 我们结婚时 我本来就该送她的 我抬了抬手 想要拿回戒指 可是 手疼 腿疼 哪儿都疼 我动都动不了 沿路 我喊着她的名字 可车启动 一点点消失 她带着男男 在火场里求我时 是不是也这样绝望 我被血呛地咳嗽起来 眼前一点点黑下去 我要去见男男了 希望她还愿意见我 还有沿路 新婚快乐呀 等会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